是日本,右边是中国,小孩跟M大师继续 接下来这场比赛 小孩连赢对方两把,再赢他 这一把就要换人了 这几天特训啊,对小孩来说 其实也是没有白训练啊,是吧,这几天给他安排的赞助 14的赞助比赛,没有白赞助 感觉这个二级大红丸就是小孩 玛丽过不去的一个坎了 玛丽逢红丸就不剩,这是形成一个定律了吗 直播直播 每次总是这样嘛,总是要靠第二人来打红丸 消耗这么多的血量 哎哩,三个多血量又没有了 再打下,再打下,有没有机会 现在小孩的顺应是满最远了 自客气 腿太短 回撤 好的 回撤到下枪队的机会 那么现在这波BC连到了板边 再次跳压 没压住 你在想什么呀 两人大眼睛小眼啊 这场比赛小孩感觉有点支撑起来了 是不是 你觉得小孩能赢这个币刷一个9 觉得m大师能赢这个币的朋友 你可以刷一个6 欢迎大家回家 大家晚上 我们现在看本场比赛 日本对m大师对战中国的小孩 本场比赛 是 哎 帅不超过3秒 帅不超过3秒钟 这里又没有了 又没有了 加油 你相信吗 这个币 谁能赢 南达米 小姐姐 你觉得这个币谁能赢 好的 下车一抄 这里我们看小孩的八身 还是满血的资源 完美啊 下比 两点之后 这里BC再次报气 中前之后 再接可以划三段 好 那么对方起身 回身 再次偷下段 这里m大师又判断失误了 那么这里要不要上一个大招呢 不需要吗 小孩再次偷下段 还是不行 远身站中腿 这里如果打的话 可以直接爆BT了 但是不需要了 直接KO掉了 你觉得这把谁能赢 朋友们 现在本场比赛是日本队m大师对战中国的小孩加油 抢到红包兄弟咱们咱们可以给主播加个团好吧 抢到红包兄弟咱们可以给主播加入咱们的粉团 那现在局面是m大师 我去不好啊 这里对方足够多多的资源 超级小八子女 现在小孩半水已经看不到了 好一笔出来 飞掉这颗气之后 怎么办 哟我去 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没了 没了 现在小孩还有两个币了 对吧 兄弟 小孩只剩下两个币 那再把对吧 昨天也说了 刚才小孩那个生龙有点迷智生龙 留着两个币吧 不能换人没换人机会了 现在小孩剩下两个币呢 对面的话还有七个币 小孩这两个币能不能顶得住啊 朋友们 能不能顶得住m大师的进攻啊 马力要是生龙 哎呦我去兄弟 你那个 怎么 什么时候这么喜欢凹生龙啊 中国队已经没有换人机会了 中国队没有换人机会了 这一晚上了啊 这一晚上了啊 小孩马力看到红丸就没有赢过 再一波 这里生龙取消 超杀带入 好的 那下红丸 谁在说 打不过红丸的 哎呀可算是只愣起了一把 终于打下了红丸一把 好了那本场比赛 小孩看到对方的 终于是马力看到对方的中间了 这么大力吗 你说打不过 然后就打死了 我说打不过 马上打死了 欢迎年轻人不要我离动 我刚才说了吗 欢迎盛夏光年 欢迎顾小北 感谢大家捧场支持 大家晚上 我们来看本场比赛 左边是日本队的m大师 右边是中国队的小孩 恭喜 终于赢了 造把头 当年大家在那里 都是怎么称呼 二级堂红丸的 我估计很多地方 都管他叫造把头的吧 欢迎东京不如我热 兄弟 又走了 电神啊 叫电神电王 叫电神电王 他的 漂亮 那在拳皇十五当中 拳皇十五 二级堂红丸 也是登场了 拳皇十五 二级堂红丸 也登场了 另一个叫电魔 看一下M的八神 有没有办法 感谢不浪不游的灯牌 六合神参与的皇冠 路过的朋友 如果说你喜欢咱们这个直播的话 大家可以点点关注 也可以卡上咱们的粉串 那现在比赛是八字女 要拿下顺影了 顺影还有一丝丝的血量 防不住了 没有气啊 你看 又熬了个圣龙 加油啊 哎呦 哇靠 这个 这个确认的 真的是牛叉了 小孩 看他一下 下得 森龙 确反小孩纵权 带队对空 白克哲 防住了 M大师 现在小孩 第一时间 吵撒 确认 确 刚才是森龙第一段 直接极限取消了 红眼车炸 里面还有两个戏 一定要小心 刷 写风 我擦没了 这个按摩手 直接确认出了 八字女 小孩啊 写风 你不 我靠 这是 这是 真的吗 下垂子 我要 这